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35至36集 新学员培训 顾南亭承销地下情态刺激 新员工培训 客运部新招进来十名飞行员 有三名女飞 底力比以往高了许多 承销作为优秀女机长 又是客运部地风云人物 自然作为副手和顾教员一起培训新员工 培训地点是新西兰 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训练 顾南亭工作上还是一贯冷静 坚持原则 不过做事方式还是比以前柔和了许多 看到顾南亭身姿挺拔 一脸严肃地交代培训内容 承销神情有点恍惚 那年 他担心随时被刷下去 拼命练习为了证明自己 为了不拖后腿 生理期晕倒 被其他队的队员激将 比赛输了被浇冰水 往事历历在目 他当时误以为是顾南亭打击报复 还多次言语相机 想想真是可笑 白白走了那么多弯路 又不禁羡慕起现在的女妃 顾教员的冷酷可是柔和了不少 比起当年真是小屋见大屋 不过也多亏了那段被江总打压的日子 才让承销越挫越勇 性格变得更沉稳 业务能力上升极快 终于靠实力坐稳了机长的位置 晚上 程霄没有和顾南亭睡到一个房间 毕竟还要顾及到公司形象 毕竟还没结婚 毕竟在新员工面前 还是要收敛一点 免得又有人要说他 靠美色上位了 再者 两人真要睡到一起 晚上发生什么不可控制的事 就不能保证第二天训练的精气神了 所以 两人尽量克制分寸 不在人前表露出任何亲密 偶尔在没人的时候 两人在房间里才敢抱一抱 亲一亲 人就在眼前 却不敢做任何亲密的动作 忍得实在难受 两周后的一个周末 终于能休息两天了 两人偷偷摸摸跑到外面去约会 顾南亭穿上休闲装 戴上墨镜 阳光帅气 成潇泽罕见地穿了裙子 顾南亭提前买好了电影票 订好了酒店 两人一前一后出门 到门口会合 在一起打车出门 在出租车上 两人就控制不住抱在一起 啃在一起 出租车司机 频频从后市进张望 一脸八卦 都说本国人民热情 浪漫 没想到亚洲人民 如今也如此奔放了 为了不被继续偷窥 顾南亭手拿一本杂志堵住了前面 亲了许久 顾南亭终于放开了承潇 口红都清花了 承潇一边从包里拿出口红补妆 一边笑道 像地下偷情一样的 好刺激 当外面反正没人认识 顾南亭搂着承潇的肩膀 和普通情侣没什么两样 两人去看了电影 又去逛街四处溜达 吃了一些当地的美食 就像一对来旅行的情侣 顾南亭给承潇拍了不少美照 让他心情大好 承潇一时济扬 我给你也拍几张 长这么帅 不拍可惜了 咔嚓咔嚓 拍完 顾南亭拿在手上一看 脸色却变了 这都拍的什么呀 黑眼 腿短 闭眼 翻白眼 要么就镜头很远 人脸太小 你就不能认真点拍 顾南亭黑着脸发话 哎呀呀 你长这么帅 随便拍都帅 我觉得闭眼的样子也帅 顾南亭忍不住翻个白眼 果然 不管男女 被拍得丑 都会心情不爽 顾南亭拉着脸 不再说话 逛街还是在逛 但是明显气压不对 承潇靠过去要搂抱手臂 也不给 抽出来 独自一个人走 不过看到卖鲜花的地方 还是习惯性给承潇买一束 承潇闻着花香 开始琢磨顾南亭到底怎么了 顾婷婷 我错了 顾从心 我错了 顾婆婆 我错了 承潇围着顾南亭走来走去 满脸抬笑 我怎么那么多外号 我最讨厌这些了 就不能取个好听的 我自己的名字不好听吗 顾南亭继续黑着脸 好听 好听 还是顾南亭好听 承潇哄着 承潇又凑到面前 摇摇手臂 嘟着嘴 老公 我错了 顾南亭原本严肃的脸 突然音转情 拧嘴一笑 你叫我什么 一把拉到自己面前 老公 承潇有点娇羞亲一个 顾南亭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脸 承潇凑过去在脸上亲了一口 顾南亭一把搂住 来了一个舌吻 看在你喊老公的份上 原谅你了 末了 刮了下承潇的鼻子 你能不能把我也拍好看点 我把你拍得那么美 为了你学习拍照 一看你给我拍的丑照 我要被气死 承潇通笑 原来顾婆婆也这么容易生气 还是很好哄的 好 下次把你拍帅点 你教我吗 承潇往怀里拱 一撒娇就全搞定 顾南亭被哄得心情转好 看到承潇撒娇 完全没有抵抗力 双手环抱着承潇 手把手教他拍 调背数 调角度 调光线 终于拍了几张 勉强还能看 自动转好 在暗想 自动转好